下一位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赵东明博士 他的这个议题也很有趣 因为我们一直在佛教的宇宙观岛中 这个薰米山究竟在哪里 这个说佛世界具体何止 就是一直都想知道 我们看看赵博士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鲜的信息 非常谢谢主持人 以及谢谢周桂华老师举办这个第二届佛教育学研讨会 让我们能够反思英顺法师的思想 我觉得那个很谢谢前位发表的徐宣军老师 我是很呼应他的这个方法 这个科学或哲学要为我所用 所以我这个文章实际上就是按照他的这个刚刚的思路 没想到他刚刚也是他先发表 所以我这个我是按照周老师的那个命题 其中一个命题就是对那个薰米山说佛世界的科学性解读 所以我这个就是按照周老师的这个思路去写这个文章的 那我就是想法就是这科学要为我们佛教所用 那我先我把我的文章在106页 我先把我的文章的摘要念一次 让大家了解一下 那我这篇文章的重点 大家也可以看这个投影的 是在厘清佛典中 三千大千世界作为宇宙基本单位的宇宙观 以及尝试与现代科学进行一种比复 那我刚已经解释过 这个比复当然就是危机所用了 我很谢谢徐老师为我讲这个话 然后并借此反思应顺法师对佛教宇宙观理解所存在一些问题 以及可能导致过度强调人间性 而狭隘佛法的全福面包的缺憾 这几天我想大家都讨论到了这一点 我的这个观点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在佛典中 是指百亿日月的系统 这个是佛典讲的 等一下我会引原文 那最合理尝试的比复 就是当作天文科学的一个银河系 所以这个系外星系的发现 我认为是古老佛教给现在天文科学一个很先进的启示 所以我们这个称为梭婆世界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我们所处的银河系 这是我一个推论 至于须米山最接近现代科学的比复 我认为是每个太阳系中心的电磁场 等一下我会稍微详细解释 然后当然也要将银河系最大 中心最大电磁场黑洞 算作须米山 所以佛典中一个日月系统 构成一个小世界 也就是我们现在太阳系 所涵盖的九三八海 应该是连须米山 太阳中心电磁场的帅内 太阳系八大行星 因为自转也有各自的电磁场 本来我那个时代是 我小学的时候九大行星 冥王星被列为矮行星就不是了 刚好九三八海 没想到跟佛教讲的一样 我反正为己所用 八海就是太阳与行星之间的星际空间 铁维山我认为可能是整个太阳系的引力风暴 那四大步骤应该是指在太阳系的电磁场旁边 东西南北四个星球 八小周就八个星球 所以周我觉得应该是指星球 这是我同时 在以圣言量佛典为主的状况下 把科学拿来所用的看法 那我这个看法 我认为可以间接地证明佛教的宇宙观 类似天眼通是可以合理论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跟外道比起来 基督教我们的天文宇宙观太发达了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这个完全是呼应我们大会的主题 做一个那个对应顺法师的这个反思 接着我们就看到110几页 118页吧 我看一下 118页我这里写 引了一段应顺法师的文章 118页倒数第四行 下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投影的 我把投影找出来 118页倒数第四行 我把应顺法师的话念一下 应顺法师在一本书叫 佛法是救世之光里面说到了 大家看我这个上面 他讲的这个 他是这样讲的 须米山中心的世界观 是佛教古典的一致传说 佛教传说与须米山为中心 九三连须米山 所谓九三八海是连须米山在一起 九三八海围绕着 在须米山的四方海中有四大洲 日渝略玄绕了须米山三腰 这个应顺法师说 我在佛法概论第九章 他讲这样的世界 与现代所知的世界不同 换言之佛教传说与近代的世界 他说不相合 但我的看法反而是相合的 而且所以我想 我下面最后我自己想 按照笔者解读佛教说法 与现代天文科学一观 正好不合 所以应顺的这个说法 佛教传说 与现代世界所知的情况不相合 我认为是错误的 当然这可能是因为应顺法师 不懂得现代天文科学 这个不能怪他 应顺法师作为一个博学的佛学家 昨天周老师也讲了 是这个泰斗 好像是周老师讲了 应该是吧 是佛学 哦不是 好像有一位学者 对对对 最有代表性的 对对对对 对 但是他这一点是 这个小点是错的 他虽然是 对 有代表性 但这个我想是错误的 那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 所以这个应顺法师 其实我个人也是很佩服 很推崇的 但是这个小点 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那接着我就 讲一下我对 虚米山跟 娑婆世界的看法 首先这个图是在120页 大家也可以看我这个 PowerPoint的这个图 把这个图给 缩小一下 这个图 我稍微讲解一下 这个图表是一个太阳月亮 还要再小一下 下面 这个图表是一个太阳月亮 一个日月所构成的小世界 虚米山九三八海 根据佛典的说法 日月都绕着虚米山旋转 这怎么回事 不好解读 但是 法杖法师也学物理的 我是他成大 我是成大机械 他成大物理系的 所以他算是我师兄啊 这个 我无意把它拉下水 只是 只是想说物理学的 应该能够了解我在讲什么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可以补充的 谢谢 那我几块结束 请您补充好了 就太阳自转 会传持一个 自转轴跟电磁场 所以我画那个山形 就是电磁场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的意思 所以那个圆弧状的 上面那个椭圆圆弧状的 就是电磁场 这是一个虚米山自转嘛 所以太阳绕着虚米山转 完全合理 月亮我旁边画了一个 小小的黑色 那也绕着虚米山转 也合理 所以太阳月亮 都绕着虚米山转 就合理了 那半山腰正好是中间 这个椭圆形的中间这条线 九三八海就是 九三的意思就是 连太阳在那里虚米山 行星因为自转 也会有形成电磁场 所以就非常合理的解释 把科学拿来作为己用 这个完全合理的解释 否定的九三八海 可见应老的说法是有问题的 我们否定的说法 完全符合现在天文科学宇宙观 那铁维山可能是整个 太阳系的星际空间 形成一个引力风暴圈 这我的看法 大概是这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三千大千世界 是一个银河系的概念 这个我就开始从 大家可以看我的文章 因为法杖法师说要为我解释嘛 所以我就尽量留出一些时间给他 首先我的文章是 最前面的部分 引了这个 长阿涵的启示经的说法 因为我们要回到圣言量 刚刚对应孙法师有了个反思之后 要呼应周老师的讲法 回到圣言量 所以我在这个第108页 首先引了长阿涵启示经 这个说法 长阿涵启示经讲得很清楚 这个讲了这个 大家看我109页的最下面这一行 他讲到小千中千大千世界 他的意思实上就是什么呢 实上就是后来大制度论的讲法 大制度论在 因为我的原文的100多少 我看一下 113页吧 对 113页 大制度论讲了 什么叫三千大千世界呢 大家也可以看我这个 我的PowerPoint的这个 什么叫三千大千世界 大制度论是这样讲的 云合为三千大千世界 这第一句话 中间我就不讲了 他最后 他的简单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太阳一个月亮 叫一个小世界 然后一千个太阳月亮 叫一个小千 再乘一千 一百万 十六十方叫中千 再乘一千 十亿 数学是十亿 但是那个亿的繁文是 玄奘翻成句子 因为亿是有不同概念的 所以论点讲 百亿也是合理的 因为对亿有不同的解读 所以最后一句话 大制度论讲了 百亿日月乃至百亿大凡天 是明三千大千世界 这个大制度论是在解释 他说是杂阿涵金 杂阿涵金我去查了 他只有提到中千跟大千 我这个文章也提到 杂阿涵金提到这个 就是杂阿涵金的这个 但是其实真正的 应该是在 那个长阿涵启示金 所以论点也完全符合 圣言量的说法 就是金的说法 论跟金都有 那阿比达摩俱舍论也提到了 那然后还有除了 瑜伽斯帝论 特别是瑜伽斯帝论 提到这句话 他说这个 你看如是四方上下 无边无际三千世界 完全跟现在天文宇宙观 是一样的 这三千世界当作一个银河系 是合理的 所以我认为为基所用 如果是这样合理的话 我们就做了一个结论 第一个 虚米三是太阳中心的电磁场 第二个 三千大千世界 是一个银河系的概念 所以我最后做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 大家来看 在我文章的最后面 我这个表格是 去试图去论证大乘佛教 以三千大千世界为宇宙 基本宇宙单位的合理性 最右手边这个 几个方块是我们佛教 界定会的修行 成佛 引发天眼通 看到缩佛世界 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称为缩佛世界 也就是我们这个银河系 称为缩佛世界 然后另外一套右边的知识系统 就是刚刚徐老师讲 以为基所用 我是学哲学的 哲学从怀疑论不可知论出发 因为我台湾来的 肯定是不可知论出发的 知识论的立场 不太是马哲出发的 然后常识哲学是 然后科学天文学 得到相同的这个 所以我去论证 也就是把科学为基所用 佛教是合理的 特别跟外道批判 批驳的时候 外道完全不合理 像那个基督教讲的宇宙观 大家都知道吧 基督教讲 一个太阳一个月亮 还对科白尼进行迫害 这佛教是非常理性的 非常科学的 完全可以把科学理性 为基所用 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的历史 我这个 这个就是完全 是以圣言量 还有把科学为基所用的立场 来做一个推论 所以这样的推论结果 我觉得第一个符合佛典 第二个符合现在科学 所知道的知识 这样等于是把科学纳如己用 所以佛教这个宇宙观 完全合理的成立 在我们跟别人传教的时候 做一种引别人入教 或者是跟外道辩论的时候 像有 我父母过世的时候 有基督教徒来跟我祷告 他问我为什么信基督教 我把这个跟他讲 但他告诉我一句 你这是魔鬼讲的 我吓了一跳 为什么我讲这个是魔鬼讲的 我想不到 因为他无法接受 我们佛教宇宙观比他太厉害了 他无法接受 他就说你这魔鬼讲 拒绝跟我对话 那我想说那既然魔鬼讲 那我们就无法跟理 我们就说好吧 谢谢你 这是基督教徒的本位 是的 那我发言结束 谢谢大家 要不要请把他直接的讲 谢谢大家 谢谢阿弥陀佛 我的双胞胎弟弟就是基督教徒 双胞胎弟弟 他在做准牧师 那我跟他谈的时候呢 他完全相信了我所说的佛教论证 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我太感动我们上帝了 我们上帝居然能造出你们的佛陀 就这样 所以他们的本位主义是相当强劲 而不可动摇 我们的佛教徒反而不是这样 完全就呼应了所谓世俗的 而且还是一知半解的所谓科学 您刚刚用了 因为你读科学出身的 那你看看 他就是用科学的方法 反过来要印证说 没有啊 佛法本来就可以应对 我作为一个读物理的人 我也常常在演讲当中说 我说 佛法是宇宙的真理之法 他佛为明衡足 善世世间解 无上世 调育丈夫 天人师 佛世尊的十种名号 他其中有一个名号叫做 正片之 正片之不是人类的经验堆叠的之 是什么呢 透析在无边的过去修行 累结所凝聚起来 而不忘失的经验的总结 这种经验的总结呢 非人类今生今世 单一小段的经验所堆叠 因此他能够一眼之间看穿 众生的种种根性 而给予教导 那也你要从经验论来说 也可以成立的 因为他累结修 累结修所修的过程 基督教不也讲吗 走过的必留痕迹 对不对 所以说他修过的 当然也成为他的堆叠的经验 所以真的要去对应 所谓的经验理性的话 也不是完全不能对应 反正就要说 佛教也不是完全不用经验理性 刚刚的徐教授 还有赵教授都提了 那也是可以用的 只是可用的用 不需要用就把它拿掉 因为什么 什么叫做不需要用 佛法为真理的最终标杆 与佛法相伪 一切法无效 我们必须要有 我们必须作为一个佛教徒 尤其是作为一个佛教的异学者 应该要有这种承担 你要信不下去 这个标杆 对不起 你每做学术研究 你就会自我怀疑 所以刚刚人家 就马上说他是魔鬼说的 人家就敢这样 不过就是一个小教徒而已 他就敢这样挑战你 我们看到了没有 反而是佛教徒 扭扭捏捏 不敢做自己的本位 你知道你的背后是谁 正片子的佛也 你不要倒架 真的真的 我讲白话就是这样意思 好不好 第一点 我先就总结他的话 那么至于这个所谓的科学的印证呢 我先说明 诸位如果是一个超过30年的佛教徒 你应该记得 尤其台湾来的 应该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他住在加拿大 叫做冯冯 写空虚的云的 知不知道 OK 举手 那么他最爱怎么样 用科学方法印证佛法 他最爱这样 那么我曾经跟他写信过 我那时候还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还在家人 我就跟他写 我就说冯冯居士 你这样做很好 那作为我一个读 我是以第一志愿去读物理系的 我小学五年级 就立志做科学家 目标得诺贝尔奖 是这样子 当然最后都没 因为佛法之后全部抹掉了 我其实要出家是因为我的相对论呢 我的相对论成绩98分 第二我们班第二名62分 所以我对相对论我研究的很多 我能够算得出来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怎么印证 我们怎么印证说时间的不确定性 跟相对性 很容易的 这个是应顺老法师 我们不能怪他 他误认为 他的经验是真理 或者叫做 人类共许的真理 问题是 那个时代的真理 他并没有读到 像我们读到的那些真理 来我说名字 我有个双胞胎弟弟 我这位双胞胎弟弟呢 他慢我15分钟 出事 所以永远 他到台 他到大陆来 是不是也是小我15分钟的岁月 是吧 他跟我一起到美国 或者他自己到美国 他也永远少我15分钟的岁月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我比他多老了15分钟 我必须告诉你 我有方法做到怎样 是真实的做到哦 是真实的在我的身体上做到哦 做到怎样 做到了 我让他的 他死掉 他的儿子也死掉 他的孙子还活着 他的孙子跟我面对面的时候 我比他年轻 在生理学上 我就做得到 你相信 你看吧 连你们诸位 已经21世纪的人了 连你们都傻在那里 我告诉诸位 这个理论呢 1908年的爱因斯坦就建立 所以我常常说 经验理性主义 根本 他拿经验理性主义来研究佛法 在我们这种人来看 根本就是科学的迷信主义 他哪里真懂科学 来 我证明给大家看 马上就可以证明 我们知道有一种东西 叫做放射性元素 什么叫放射性元素 我们去造S光 要雷 雷是多少 雷是180 108还是多少的 那个同位数 那么雷呢 它的放射性元素的强弱呢 当这一块放在这里的时候 它的放射性元素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读科学就知道 然后现在 我把它切一半 我把它切一半之后呢 这一半跟这一半 雷的放射性元素是一模一样 那么雷的放射性元素一模一样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算术 算术的方法就是说 它的强度将随着时间而减低 这应该听得懂吧 经过一年之后 它的强度就减低了 那么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两块雷 目前为止是一模一样的强度 意味着什么 我的年龄跟它的年龄一模一样 然后再来 我要让其中一块雷 就在我眼前哦 活生生的比另外一块雷的年龄 还要年轻 你相信我做得到 我不用变魔术 我就做得到 很简单 我把它割开 然后呢 我用个大电盘 大的盘子 这个大的盘子呢 其中一块放中央 另外这块呢 放旁边 放旁边 OK 然后呢 我开始转 注意 放中央的有没有位移 有没有相对性位移 没有啊 它是中央嘛 我讲这个道理 没有任何科学背景的都听得懂 我保证你一定听得懂 然后你听完之后就马上知道了 原来不可思议 就这么简单 来来来 这个放中央 那么呢 另外那块呢 放 我们把它弄大一点 放到那边 然后开始转 它在正中央 它没有位移 它有位移 有位移意味着什么 我们假设 它位移的好久 我不要转三个月好了 我们容易计算的话 是这样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它在原地不动 相对原地不动的 它有这么一粒 它的双胞胎弟弟在那里相对运动 好了 这就等于什么 这就等于我 我先说这个实验的结果 算出来 我就开始转 好 你的时间是人类的时间 站在这里的时间来看 这里的时间来算 经过了 比如说几天几夜 或者几十天几百天 没关系 这是算术的方式 这计算的参数而已 好了 我计算出来说 已经经过了一百天 换句话说 它呢 走了一百天 有一个算术式子 我现在就没办法粉笔写 大概也忘记了 但是它算出来就说 当时间 透过了它的位移的时候呢 走过了之后 那个在光束 接近光束运作的内力 内力在远端 在转的内力 注意啊 它的 它的半衰期 也就是它的放射性强度 还好强 听懂吗 还好强 你就听得懂 很强意味着什么 它年轻 那么它呢 衰弱了 衰弱 注意 它本来是一模一样的哦 半衰期哦 结果它经过这样转之后呢 完完全全计算了出来 也完完全全可以在米家的实验室做得出来 它怎么样 它 decay 而它没有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假设我跟我的兄弟 从地球开始 它留在地球原地 我去做一台 人类想要做的飞机呢 接近光束的C 接近90%这样就可以 我做出去再回来 我的感觉叫做三天 我们那个古代的也被故事有没有 三中三天 人间三年 有没有 我告诉主委 经过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计算的结果呢 不只是三 不只是三中三天 人间三年 可以人间三代 看你走多远 看你的速度多快 这个是在1920年前后 还是1926年 这在人类的实验室里头 就已经实验出来了 请问 时间有没有自信 自信 自信 就金刚经讲的 时间的自信 有没有 自信就是永远不变的 在台湾量的时间 跟月球量的时间 动中量的时间 飞机上量的时间 火箭上量的时间 地球上不动量的时间 都永远一样的长度 这样子对不对 勇敢的说 你的经验中有这种经验吗 超经验 看到没有 超经验 佛经上说的 刹那即永恒 鱼乳亦云合 我回答了你 用科学的方法 解释佛法 谢谢